2023年5月21号,在SEIKO黄金大奖赛男子110米篮决赛比赛中,日本跨篮名将全古俊介凭借着13秒07的成绩获得了比赛的冠军,同时这个成绩距离刘翔的赛会记录仅差0.01秒,可见当时的全古俊介比赛状态极佳,可谓是当前亚洲男子110米篮跨篮项目的第一人。 而他是否能够成为下一个刘翔,让我们一起仔细地分析一下。 2000年出生的全古俊介,在男子110米篮项目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天赋和实力,创造出了许多优异的成绩,先不看其他在其之前奥运会比赛赛季中创造出的13秒06的佳绩,仅仅是本赛季中的两次比赛,全古俊介便展示出了超强的实力与比赛状态。 值得一提的是,此次比赛中的13秒07,距离上一周的13秒25的成绩提高了0.18秒,足以见得全古俊介在本赛季中的状态足够火爆,实力超强。 众所周知,跨篮这个田径比赛项目是靠比赛节奏以及运动员的技术取胜的。 一场比赛中,运动员的比赛过程是否顺利以及节奏是否合适,这都对比赛成绩有着极大的影响。 而从本赛季的两次比赛当中,我们不难看出,全古俊介都凭借着自身极快的步伐频率去创造极佳的比赛成绩, 而他的比赛状态以及节奏都把握得非常到位,因此全古俊介才能够不断地突破自己。 同时,我们都知道,身高在跨篮项目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,身高较高的运动员幅度大,在跨篮项目上会有一定的助力, 但是跨篮的步频却是比较慢的,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中国飞人刘翔。 刘翔的身高较高,这成为他在赛场上创造了许多佳绩的重要因素之一, 而全古俊介的身高在跨篮运动员中并不算太高,仅有一米七五, 这使其在赛场上会有一定的劣势,但是好在全古俊介在篮间的步频极快, 这也让他有机会弥补先天的身高劣势。 年轻的全古俊介虽然身高不同刘翔一般具有优势, 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,其凭借着超高的比赛技巧, 在未来是有望突破13秒大关的, 但是要冲击刘翔保持至今的12秒88的亚洲记录几乎是没有可能的。 如今,随着杭州亚的逐渐临近, 而全古俊介能否再一次突破自己, 成为新一代亚洲跨篮霸主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而同时,2023年U18田径锦标赛, 继东南亚青年选拔赛的女子白米玉赛中, 来自中国宁夏的年轻小将马蕊创造了佳绩, 在顺风1.9米每秒的情况下, 创造了11秒38的佳绩,成功晋级决赛。 同时,马蕊凭借着这个成绩成为亚洲U18, 中国U18比赛的新纪录保持者, 可谓是未来可期, 未来极有可能直接入选国家队。 从此次的比赛过程来看, 马蕊在名枪后起跑迅速,迅速建立优势, 在后半程更是不断的加速, 最终领先接近10米,冲过终点,实力强劲。 而对于16岁的马蕊而言, 11秒38的成绩已经达到了国际健将的水平, 这也就意味着其已经达到了国家队的水平。 我们有理由相信, 在不久的将来, 马蕊可以在赛场上继续展现自己的潜力, 创造出更多的佳绩, 甚至有望成为新生代中国女子短跑的领军人物。 今年年仅16岁的马蕊可谓是天赋和实力都达到了顶尖的水平, 甚至超过了如今中国的短跑飞人, 韦永利等人的同期水平。 毕竟, 韦永利等人在其16岁的时候也未能跑出11秒38的成绩, 而年轻的马蕊在其16岁便有如此的成绩, 足以见得马蕊的实力令人震惊。 2023年, 杭州亚运会开战在即, 目前本赛季超过11秒38这一成绩的仅有两小禁一人, 马蕊极有可能闪电入围国家队, 在亚运会赛场上一展年轻人的锋芒。